我們的主持人他會晚一點好 所以我們就慢慢的 就是開始我們今天哲學信息五這樣子 那今天應該還是有那個第一次來的 就是第二次來的 有沒有那個第一次來的 我們就話不多說我們就立刻來自我介紹 你們不知道要幹嘛對不對 你們就立刻來自我介紹 不要嚇你 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我們從高中再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自我介紹 那你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第一次的物 那你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第一次的物 就是好像是2010的 就是有一群留學之後來台灣的學生 然後就是他也在台北街頭 營造一個公共的訪問空間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有分度的來一起在於討論 那為什麼要自我介紹 就是希望能夠讓對方都能夠稍微了解 因為哲五他是一個很強調那個 以群眾為主體的一個論壇 不是論壇 就是一個講座這樣子 那他在2010年的時候有一群 就是有一群的 那他現在沈青凱他現在在台大 會不會台大 台北的福大 他在擔任哲學系的教授 然後還有一些 社員的工作者 然後他的朋友 他們就在2010年就在台北的街頭 然後大家拿著那個大神功 然後就在路邊坐起來就聊天這樣子 就在聊天 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雖然說他們那時候是在室外 那聊什麼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五的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時間 我們就找一些議題來聊 那我們的議題是非常多用的 我們是不限制說 什麼不可以聊 或是什麼可以聊 那我們唯一找他來聊的 一個重點就是他必須要有公共性 他要有他的公共價值 例如說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去談台灣 現在目前的情況 我們認為說他是不是一個佔領的狀態 這個政權 這個政府是一個佔領的狀態 台灣他那個政權是不是在流亡 那我們這個禮拜延續的 剛好我們就開始 我們要來談援助民主的自治的 這好像有點連貫 可是我們真的是恰巧 那就是為什麼說 我們會希望來到哲午的每一位 都自我介紹 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個人 在這個地方都是平等的 他的意見 他的意見都是平等的 並不是說今天的講者 或者是主持人 或者是拿到賣客風的人 他講話才比較大聲 他的意見才是比較可貴的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的意見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然後展現出來 然後大家互相來討論 他用每個人不同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專業的面向來探討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每個禮拜 每一個人來這裡 不管我們今天有20個 30個 甚至100個 我們都是希望他能夠自我介紹 就是把他自己的最簡單的意見 展現出來這樣子 那你還有什麼要自我介紹 我們雖然說只有10秒鐘 因為他是我們那個哲午的時光 所以我們 這樣他多講幾句 沒有 那不要的啦 好 尷尬了 好 下一個 大家好 我是黃信仪 就是我是女裝的學生 然後 嗯 我覺得就是上次是講那個 台灣的 那個 等一下 我忘記那個 那個標題 是 對對對 然後就是我們在想說 我們台灣的前途是有誰決定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 也會忽略這塊土地上 我們比較邊緣或沒有被受重視的一個 就是族群或是一個群體這樣 就是遠處的人啊 所以就是 想要就是大概跟陳沐甲解開 那你們也是要請的 我今天又會來這裡是一個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上班的就是 所以其實這月突然 這塊土地也會很清楚 然後又有些問題 所以麻煩 那去哪裡 往後古墓 就是前陣子那個 那個 紅路啊 好 大家好 是東海大學 然後就是那些社團專心 在來關心那個事情 什麼社團 什麼社團 3D 3D讀測 3D讀測 是 哦 那社團是在做什麼 對 就是互相了解 互相了解 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 去接觸那個方面 然後去打解 然後 然後 可以看到那個 表達就是 平常的 幫助 雙 雙向 大概你知道嗎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攝影機 沒有辦法 都因為沒有人在哪裡 所以你要等到他那個 你怎麼會 你撇壞 你撇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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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都可以講話 好 大家好 然後我叫蘭凱傑 然後我是東海大學剛畢業的 然後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 為什麼會來 就是 有受到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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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的 國曹老師的 他那個活動的表情 然後等於是 這邊有這樣 然後 因為其實 也是等著我參加 就是想關社團 然後就想要一下 了解這邊這個地圖 好老實喔 好老實喔 看完安城家耶 那你要不要打電話找他 就說你安城就沒有來 不要打他來 我看 你在路上 大家好我叫陳明如 我也是東海大學中自己畢業的 然後我現在待業中 那 我是看到 安城家之後 我才跟他說 欸你回到 這是我想要看 對 他原本沒有要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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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地圖的地圖是 以外的女性是原故事 對 然後就是 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 爸爸不是 然後就是一直以來 就是有 媽媽也跟我們講 其他人故事 然後對於這方面 多少都會有 不同的觀點 因為自己是 那是算是 原住民跟漢友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在思考一些事情上面 有時候會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思惡想法 對 所以希望你不只是這個議題來 你可以列的議題 就其他議題也會有 這是第一次來 好 謝謝 那我們下次也希望看到你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伊伊 因為我平常有在 關於新一些開發的議題 然後所以 前陣子去了華連 還有台東 然後還有去了霧社的社區 那去華連的時候 就看到二三十輛的那個遊覽車 在海岸線這樣子 奔起過去嘛 然後實際上 可是進到部落去的時候 卻沒有這麼多 卻沒有 那些遊覽車裡面 在遊客 卻沒有去部落 真正的部落裡面消費 那他們實際上會停留的點 卻是一些別的地方來的 別的地方來的 嗯 不知道是台團還是誰 就是建立的那些商店 然後後來我 我又再去了台東的南田 南田那邊有一個二十號 二十號神道嗎 就是南田那邊 在阿朗移路到那邊 開了一條路 然後他想要通過 屏東那邊 把屏東那邊的路也開了之後 那邊的村長說 就是去墾丁館的遊客 希望能夠晚上住宿的時候 不要再躲在客丁 而是能夠經由那條二十六號國道 到那個台東那邊 比如說去住什麼溫泉那邊 可是實際上那邊 他們這樣路過真的會帶來商機嗎 然後實際上聽到的是 就是好像是 不知道是村長介紹還是誰介紹中 就是那邊好像有要開一家 森內的就是計畫 所以覺得那時候 就覺得心理很複雜的是 實際上那邊已經有目到 那個股道是存在很舊的 可是為什麼要大量的遊玩車 去到那邊 然後讓大家坐在那間Saver那邊 看那麼漂亮的海 那個意義到底在哪呢 大家好 我是孫漢長 我覺得剛好今天下班有時間 本來就是能講過 還是去進入 就是提一些話的一些議題 然後我們來採討一下 所以今天剛好有空 就覺得也蠻有興趣 所以我過來去看看 那你什麼時候知道哲學心機 怎麼知道的 我是先知道好班 先知道好班 對對對 然後就是因為 演出就有原則看看到 就覺得想來也就是聽聽看這樣 現在好班緊張 就想說會不會被Cue到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不Cue你們 大家好我是進大學管理系畢業的 然後我叫我們日程 那我是在自民AI小組上面看到這個訊息 但是我本來就知道好班 然後也是要整體心機 然後我現在有 一個計畫是到阿魯山的州族來自部落 然後做一個計畫是去幫當地族人去做立體部落地圖 那當地的老人 等一下再說一次知道嗎 立體部落地圖 立體部落 立體 喔立體 立體 立體 有部落地體 那老人家就是用正珠板做的 那老人家就可以在那個立體的部落地圖上面 去講解那個部落的傳統故事 然後傳統地名 還有他們遷徙的過程等等 那去把這些知識去傳來給他們的小班 那我剛好是今天幾隻人的學生 喔就是那個 他為什麼當下人在哪 人 塞車吧 對嘛 為什麼台中市 三路只就在塞車嘛 奇怪 好 那下一位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關於這個 原理的那個異體 我之前有一次 因我那個同學之邀 就是去那個 台中的那個山山部 去 去往 那我們玩的方式不是就是做原則 因為我們是包車進去的 就是包一台那個 把人 把人做的那種小巴 然後都是由他們當地的人 當地的人負責 就是像 包括是像老台車 然後民宿 然後不管是還是那個 吃他們的那邊的餐點 都是由他們負責的 因為我現在有覺得這樣才有辦法 比較有辦法說 其實幫助到他們 而不是說 這樣大臺遊玩之後 這樣做得很好 好 謝謝 都可以嗎 沒關係 沒關係 為什麼大家拿到麥克風 都那麼猶豫 我怕他想拿到麥克風 我怕他想拿到麥克風 沒關係他如果想要拿到麥克風 你等一下抽到麥克風 你去點他就好 那我 我是漢陽 然後就是要貫勝之後 都來 然後有去 都來 每次都來之後 想要成為我們的職工嗎 沒有 沒有辦法 然後這個議題 現在已經沒有 沒有注意這個議題 就來了都才知道 這個議題是什麼 所以 好怕講 我大一的時候 也有做過原住民的 廷野調查 直到那個 日本附貨去調查 說 就是 溫泉飯店在這邊 他會造成當地的 年輕人留在這裡工作 會有受到這麼多的絕對 但是因為年代有點久遠 所以我對廷野的結果 有點忘記 主要就是 我最近一次做 跟明住民的懷疑 應該就是很久年輕 好 好 好 就這樣嗎 對啊 新來的 我們給他多講 好 大家保留說張說 那現在沒有一次來 雖然是首次來到這邊 但 有聽 我們有講過 新來的 密切音訊 好 大家好我是Hannah 欸就是 剛剛有傳下去一個簽名板 如果說還沒有收過 折禮的 E-mail的話 可以幫大家簽到聽一下 E-mail謝謝 對 對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會針對這個禮拜的比例 然後我們記憶沒有通知各位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之前還沒有來過 然後過的是都沒有收到 你就可以簽一下你的個人的資料 讓我們可以通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沛琪 然後我是這裡的好伴的 空間社 經營者 對 然後在後面是我跟家緣 我跟家緣兩個女生在開的 那這裡平常是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那可能到了像禮拜五啊 或是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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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近我們正在柯花医區 是大概那邊有新的 陸佛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柯花医區 青年 返鄉青年農夫的展壽位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 在台北的大學 然後是一起決定要回 就是台北都想回台中 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都想回台中 所以是某個口頭的就返鄉 所以我們剛好又認識了一些 共同年紀的人 然後也是有他們的原因 讓回到農田區 開始種植 或是可以去做一些果仗 或做蜂蜜等等 所以 然後這段也是朋友 跟我們建議 所以我們就想做一個 這樣的展壽會 那如果大家有認識的 我們也可以介紹給我們 然後 因為現在還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就放了幾個 我們最近的活動的宣傳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喜歡 想要參加的活動 謝謝 你們也歡迎那個賣雞嗎 賣雞 賣雞 那我們大概就常溫的搖 賣雞 應該是有一個 我們可以問一下 搖董他們家的雞 沒有 各位好 我是淑慧 只有我的志工 然後 今天講這個 誰決定原住民組的前途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我自己身邊的這個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發現 我對他們的手機非常被刀掃 甚至呢 在我讀書的時候 有幾個同學 他們是原住民 可是我是一直到畢業很多年之後 才知道他們是原住民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余晨 然後 畢業於濟南大學 燃學燃學營業所 那之前 就是跟著老師 會到過後去玩耍這樣子 那其實 認識原住民 不只要去那邊玩 就是還有建議題 就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晨 余晨 那 我之前 曾經在台東待過兩年 那兩年是 你也是那個 教育進來 那我負責的是 中座補導役的學生 那因為是在學校的部分 所以我在看原住民的文化 其實很 跟自己 我們吸收的其實就是 和文化的一種 然後 我發現一個很大的落差是 原住民的朋友 他們要學習的是 屬中華文化的內涵 可是事實上 在原住民的生活中 你可以去看 我在裡面的生活 陪的學生的生活裡面 家長的生活裡面 我看到的是 原住民也有他們 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個 文化的內涵 可是他 不是屬於 主流文化的一種 那 就會看到 就是屬於 在他們的那個文化裡面 是 有一點被壓縮的 被 被壓縮 然後沒有辦法被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 其實在台灣 假設我們是強調 是一個多元的民族 文化的一個 國家或者是 一個地方的話 我們希望 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讓他們的文化 可以對於被看見 能被保留下來 而且可以很 很自在的一個 生活存在的一個方式 來 我叫立翔 其實我就是一年回來熟悉 我是因為接觸服務音樂 然後聽到 一些原住民的樂壇 他們演出的時候 會在 就在台上 有時候會 會稍微講一下 他們 部落是他們 所遭遇的問題 他們的家鄉 目前被什麼 財團 寄餘啊 開始想要POT啊 開發那些海岸 或是 山 就是山蘭那些 所以 但是那種場合 不會講得太深 所以 就大概有 默默的了解 有這種 他們有這種問題 目前有這種處境存在 所以 所以先今天才會來的理想 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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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成 對 你是我時候開始 他一定要計算 他 他 他 去大學的時候 17 18 我可能是那個 隨便 因為 同學二百 我最喜歡二百 你現在在教育嗎 好 來 大家好 這是我請 然後我是 國防高度的歷史老師 然後就是 之前我的學生 他們 來了蠻多次 然後每次次我見到 都會說 師弟嫂子 叫我們來 好 OK 老師掌聲一下 因為他 我今天來了 他們都沒有來 但他們今天都有跟我說 他們今天有來 對 那我覺得就是 我來這邊就 也多聽 多看 然後跟大家一起多學習 然後 回到學校之後 可以再 就是分享 給一些同學 那當然我也有 帶到 不少的 原民學生 那 他們現在 有些在 大學就學中 然後 有些是已經在 業界發展了 那 那我也從這些孩子的身上 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一些面 像這樣 所以這邊就是來這邊學的 謝謝大家 等一下老師 我們一定要問你 你怎麼知道哲學信心 你怎麼知道哲學信心 而且在台中的這樣 對 因為好像之前好辦 在剛開始設置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你也 你是先知道好辦 才知道生學信心 沒有 哲舞的話是 我也忘記是因為什麼 因緣 什麼樣的因素之下 好像 一開始台北有辦哲舞的時候 我就有注意到 真的 所以後來知道台中有辦 我就很興奮的 講給學生聽 這樣子 對 謝謝 因為哲舞其實就像個老鼠會一樣 我們就希望 一直有人把那個 周遭的身邊的朋友 然後跟你講說 禮拜五好 我們去那個 中區那邊 然後有一群很奇怪的人 然後每個禮拜都不知道在那裡幹嘛 我們去看看 我們下次可以把他們填過來 這樣子 大家好 大家可以叫我喬寶 我有三次來學學信心 那我今天來是一位 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 一場成課是 三一八世界過後 大概兩天 然後 然後那個 原住民哥說 常不正願他 在他的Facebook 那邊拿他的一篇文章 他說 就是 管人家只要就是 就是說 要不要轉型啊 這件事情 他覺得 問這件事情 是很浪費時間的 然後他說 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只有一個感想 就是我很忌妒 他說 因為 就是 有這麼多 這麼多人 幾千人 幾萬人去支援 就是 立法院的這個活動 但是他說 他說 他們原住民的議題 其實不要那麼複雜 他們其實只是希望 組織還給他們 他們雖然有必要資源 雖然有交易資源 他們訴求其實很簡單 沒有像平常說的 可是 他們每一次出來 就在喊口號 或者是舉辦活動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麼多人來支援他們 所以他很細度這件事情 然後說 所有新聞可以在電視上面 24小時播送 可是他們原住民的議題 並沒有辦法這樣子 就是被受到關注 那時候我覺得我很慚愧 因為我覺得我以前 就是只有鍵盤資源 原住民的議題而已 其實發生了 譬如說 每一萬時間我只會轉天 所以我這樣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 更實質的方法 可以幫助他們去 去讓他們的議題 被受到關注 是我希望我可以主持到的事情 所以看到這個議題 我就想說 我今天要來看一看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鄭文基 然後我是台銅師 一來高校學生 然後今天是我第二次來 大家好 我是去 請 請 請 大家好 我是素顏 我認為 哲舞的進程要 特別華雅光大 因為來哲舞的好處就是 你會掌握議題性 那 你出發有沒有說 來哲舞幾次幾次了 然後你們發覺 會有一個公眾點心說 他對你一點掌握 或者是說 某些議題的深入都還蠻不錯的 哲舞或許可以 可以在那個 什麼一個電視上的公共論壇 公民對話這樣子 這是一個理想 對 然後 關於這個 製作品問題 我想說 有一句話 彩虹之美 因為這是 後常笑語 彩虹之美 在於 多色共存 這是比較正面的話 希望說 各個主題都有 他一個完整的空間 但是 我就是有一個 比較負面的 對不起 請容許我這樣發問 為什麼 這麼多 這幾席的那個 原住民立委的席次 都是 好 後面 別 其中一個人 其中一個人就是K OK 好 不這樣子 謝謝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威亞衛 我第三次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然後 蘭妮又是 那 這 這個地方 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 有很多 樂意被交流 呃 呃 期待今天 這個 做談 旁邊那個 剛剛你不是介紹的 哲務而已嗎 你還可以自我介紹 想要再閃過去 哦 沒抓到 哈哈 我叫羅以山 然後 就是 其實 其實 對於 原住民議題 就是一直沒有很了解 然後我們學校 就是常常會辦一些 三地服務隊之類的 就是會進園校 可是其實我有很多參加 我也沒有參加過 所以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去跟我們 去做接觸 可是其實最近我們學校辦 委員會的時候就請 有住民來小朋友 然後 來我們學校表演 然後那時候就是 心裡會覺得 有點怪怪的 就是有一種 他們的文化 為什麼是要搬到 就是 他們像是一個 在我們的圈子裡面 他們像是一個外來的 然後他們一個外來的 外來的一個團隊 然後到我們這邊 去展現他們的文化 然後 我會覺得那個氛圍 會讓我有點 不是 就是覺得我們好像是在看 就是有一點 有點像是 在消費的感覺 在消費文化的感覺 我有想說 為什麼不是 我們去真實的去接觸到 他們身處的風景 然後去理解他們的文化 是怎樣掌聲 現在這個樣子 或者是他們要特地 從他們的工作 然後過來這邊 然後去告訴我們 他們的文化是怎樣 可是我覺得那個 意義很不一樣 然後 就是 我現在來過這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講到 今天會講到 應該會吧 我們有提出問題 應該會講到 原本沒有也會有 我們希望等一下會講到 如果說好 大家 我們先問一個就是 剛剛就是 如果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 類似的感覺 怪怪的這種想法 如果沒有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去想想看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如果有的話 你就希望說 待會兒我們可以聽到 我們講者 跟我們提出來他的想法 關於這一點而已 應該怎麼樣去看待這一件事情 或者是說 這個長久以來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肉食啊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找 各位去表演呢 為什麼 這很奇怪啊 為什麼我們是要找原住民 然後來表演 為什麼不要找你們去表演 那你們要表演什麼 你們自己想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還蠻奇怪的 為什麼他會變成是一個表演 那之間是我們 之間是我們 之間我們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好 我是沈倩 然後 因為我最近 沈迷在自己的期末 還有足球世界太久 決定走出來 就是另外就是 我平常會喜歡看 就是一個臉書專頁 在歐北來還有就是一個小型 那他有時候就會提到有關 人助理的事情 然後就是還有白酒線 那就是 我很喜歡 就是你在聽歐北來的講 講座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提到說 好像是阿美族吧 阿美族的媽媽說就是 只要手搭手 然後一起唱歌 然後很喜歡 這樣子的感覺 謝謝 謝謝 那你現在是那個 有一次樂團 有樂團 有樂團 對 對 大家好 我是 九五七公 我問是九五七公 有三年 我現在只要問一千公 你有幫我先講 欸太怪了 對 遼立憲宣 終於我教了什麼 你覺得這裡學校應該是蠻有趣的 應該可以講 多講一些東西出來 就為什麼 因為 網隊這個地點 對 為什麼會來這裡嗎 是 我之前在台北 有聽過台北節目 所以呢 回學校的時候我們就 開了一個社會 好 好 我們先發過 因為我們知道你下次也會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曹英 然後 就是每次來都可以結束到不同的 你覺得還不錯 謝謝 我叫他幹 那個 從昨天過來 每兩個禮拜 還會綁架來四個禮 然後每次都迷路 所以 所以今天迷到 人家比較自由禮止 我 我大概還要十五年前 我那時候採訪那個 比如個 大概兩名進大 原住民委會的一個 就是 那時候講了一個 那我 這幾年常常 看到原住民一體 我很詳細的一個 就是說 那十年前 我們在故鄉放流 二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在台灣的部隊店員做事 那 我去年 跟幾個同學 還有幾個老師 一起到蘭嶼去 那 我看到蘭嶼 幾乎所有的河川 全部都水泥化 那這個事情 當然在網路上 其實大家也有在關心 可是我們沒來做 我們一直在 考慮這樣做一個 一個做一個 我們做一個在台灣 這邊生活的 一個人 那我們以為 這樣有問題 我們可以看一看 幾個朋友 其實我們在四趟 包括 現在你附到的 我們在四趟 就是做 任何人在 蘭嶼這十年的 整個觀光化 這個過程 你們能夠做成 其實 其實 就是 一方面 我們覺得說 其實蘭嶼這麼 天然 抱有一個古特的 原住文化的一個 島嶼 它其實 是不是應該 可以再抱有 那樣子的 一個 在蘭嶼 環境 包括 可是其實我們自己 也在思考 就是說 然後 那我們過去 他在三十年一樣 是在做消費 那蘭嶼 其實他們 大部分 臨地跟當地的人 在談 說 有一些可能 比較有環境儀式 或者說有一些 比較主學儀式的朋友 他也可以覺得說 蘭嶼這樣子的 入口 是有問題的 可是他們也在講 比如說 當的主人其實剛開始 在享受 觀光 所帶來的 這些 這些成功 他最近其實有看到自己的區 其實 心裡面其實是會有很多的 猶豫的 那 所以 我想建議可以看一看 如果 有很多 怎樣去做 那也許大概也有一些 請問 可以來做一些 謝謝 謝謝 嗨太太好 我是好爸的實習生 處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誰決定原住民的未來 很有趣就是 感覺就很像 就是 誰來決定 台灣人民的未來 那絕對不是 中國 三億人 幾億人 十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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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決定 好 所以 就是所以大家 會這樣講 台灣人 你會覺得台灣人 會想回幹你屁事 所以 如果說原住民的 主的未來 要誰來決定 也覺得 武士漢人 可以自己決定的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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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主題 大家可以好好地聽 我覺得 關心 關心對不同民族的人 也是代表 可以好好檢討自己的狀況 然後 我就想要 哲學星期五 我想講一類關 哲學星期五的事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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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只要法國的哲學會 考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開始討論 就是說 歐國的高中生 就是 考大學都要考這些哲學的東西 然後 台灣的高中生 能寫得出來嗎 就是每年都一定會 討論到這個問題 只要他們考一次 我們就要討論一次 然後 我就拿我自己高中的時候 做過一個小論文 就是也是在探討 法國的高中哲學教育 跟 台灣的哲學教育 然後 那時候其實我比較想要探討是 法國的教育 可是老師說 你一定要做一個比較 所以我們只好 比較台灣的高中 那台灣的高中有什麼哲學教育呢 就找找找 就找找 就是 我們只要比較 倫夢玄啦 但是倫夢玄有教什麼哲學呢 他是我們中國的 祖老哲學 但是 那是我們中華文化祖老哲學 可是 可是我們從中獲得 什麼哲學的 理論還是什麼 其實好像也沒有 我們就只是背起來 然後考試 就是跑說這句話是孟子說的 還是孔子說的 這樣 所以 那時候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大學了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還沒有哲學清楚 這個 東西在台中出現 那 現在出現 就會覺得很好 就是每個禮拜晚上 大家都可以來這邊 不管哪一種議題 不一定是哲學議題 但是你 只要你頭腦在懂 就可以 思考 那思考的話 那就是一種哲學 得到一些結論 或是你沒有結論 但是這個過程中 就是 哲學 對 然後 然後 嗯 我要說什麼 好 我要說這裡 我今天也跟一個香港朋友 討論到 就是他們的高考的話 他們高考是 要寫生論題 然後 每一題都有一個半小時 而且他們高中 是有自己選課 然後甚至有一些考試 是要寫六個小時 那六個小時怎麼寫的 就是上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然後一題就是 你可能要寫一個半小時這樣 所以我就說 哇 跟我們台灣有點不一樣 我要怎麼跟他解釋 就是我們都是畫卡 EBCD 然後 然後 或是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選課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歷史就是歷史 我們沒有選什麼中國歷史 還是西方歷史 然後我們只有選主 那選主的課 也都是 學校滿排好的 然後 考試 對 就是很難解釋 所以我覺得 就多出現這種一些活動 然後大家過來參加 然後通常動不動 所以你就可以改變自己 改變台灣 然後最後我要來生產一個 我們好辦的活動 就是呢 呃 好辦人跟子劍 但是 然後說就是下個禮拜五 反正大家都放假了嘛 然後 也是快要暑假了 所以你們可以來參加一個 除了哲學 啊 這個禮拜五的下午 就是你可以早一點來 就是哲學新書之前 有一個活動就是 我們可以來換書 然後換書就是 呃 這個書就是你可以帶 呃 一到三本 不用太多 就是你可以帶一本就好 你來 這邊你想要跟別人交融 然後你覺得這本書是帶你很多影響 帶你生命中還有一個書 然後呢 我們會把你包裝起來 然後你要寫關於他的三個句子 還是三個形容詞 然後分享 然後看別人會不會對你的書有興趣 然後來召喚這樣 然後說你也可以在這裡交朋友 或是換到一本很棒的書 或是你可以從 因為這本你去書店買書 一樣是你可以從真實看過的人身上 或是說真的從他身上得到題目的人 可以獲得一些不同的東西 再來看這個書 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我們也會邀請到新手書店 跟東海書店老闆一起來對台 他們的經理書店理論 還有新手是大家知道嗎 他是在一個 呃 他在哪裡 西區那邊開了一家書店 他是新的 所以他叫新手書店 然後他 他每個禮拜只剩下一百本書 就是老闆自己選的書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去逛話 像中他要非常晚 他就 他也說他自己在那邊開 書店就是有點 好快一點的狀況 因為那個地方的房價非常的貴 但是他就想開一家書店 然後讓大家可以想好看書的時候 就去看書 大家也可以買書是不對好 這樣他才可以賺錢 所以 你們可以來聽聽看 然後我們也會請他帶書來 來跟大家分享 分享就是對他們生命中有意義的書 你們可以看就是 愛書 然後甚至要開書店老闆 他們的選書的狀況會怎樣 然後之後我們活動會上架 然後收費非常便宜就是一百五十人 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來 下午一點開始到五點結束 然後結束你可以去吃吃喝飯 然後再後來參加哲學禁忌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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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酷的活動 但是要把你最新的那一本書 然後跟人家交換 是不是 這本書可能在你書架上非常的久 所以你已經看都翻都爛掉 不要真的不要拿爛掉出來 我是你 因為就是說你真的這樣愛他 可是你已經 沒辦法再從中得到屬性的東西 因為他已經自己在一起 那你就把它拿出來跟別人交換 然後分享你的一件這樣 然後讓他可以感動更多人 我比較沒有那麼會講話 然後我是第一次參加哲學禁忌 我之前都只能在演出上面看到 每一次辦活動 可是就 不過我現在是剛好執行一個計畫來台中 終於可以有機會來上 就是我就是這樣 我是從高雄人 可是我住在南部 從海南地圖的大學 海南跟高雄都有一個執行禁忌 我就是很下部份生活在台南 可是在關田 從山頭水庫的那個山地圖 有一點遠 真的好 有點遠 對 就是外面那個測試 其實是我在 如果在台灣各地方 人家補衣服 就是可以講一個 就是衣服有破綁 然後你也剛好有空 可以來跟我說你的故事 就把它破掉的地方 補上你的故事這樣 然後就是一個交換型 就是交換的 就是不收費 就是你講一個故事 然後我幫你補件衣服這樣 然後先去了台北 然後台中是第二展 之後會去馬祖 再來雲林 然後再來屏東 所以當作就是 對 就是我想要做完這個計畫 所以你腳踏車是自己騎的 對 所以我剛剛是從那個 中性市場那裡騎過來的 你從台北騎到台中 沒有 就是在台 就是腳踏車是在台北可以活動 然後活動完之後再騎來台中 在台中活動 我以為你從台北騎到台中 沒有那麼厲害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身上的衣服有沒有 沒有需要 沒有 我們走得到二十 二十七號以前 我們有時候會在黑白前 也可以上臉書打 嘿都好 你有空嗎 就是這樣 衣服有破都是一個空 然後你也剛會有空 可以跟我說你的故事 這樣就可以進行這個計畫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夥伴的實習店長運方 我現在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最近在夥伴要做的活動這樣子 那是在7月6號禮拜日的那一天 那是早或下午後 我生活在夥伴的公布 那這個活動是叫做 廚房裡的食物禮食 那他的主題是 檸檬期間的工作方 那一天我們會就請老師 然後在我們的行作檸檬馬克 然後還有個主題 嗯 第二個活動 這個部分呢 是請你們做檸檬 就是我們轉小間 就是飲料店的老闆 他會帶我們做檸檬的洗潔劑 那這個檸檬的洗潔劑呢 就是 當天會做一個最濃縮板 然後其實這個濃縮板 他可以另外再製成乾洗手啊 然後洗面乳 然後洗碗筋 霧濾乳等等 他可以在 就是在 可以再調配成不同的東西 這樣子 嗯 因為這種 而這個活動他 最後還會就給大家 我們會換一個很精美的優勝組 會讓你回去之後 不會忘記這整個 整個製作過 像這樣子 對 嗯 然後之後詳細的訊息的話 可以上我們就是好辦的 等於是在夜鎮卡這樣 然後歡迎大家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我是好辦 就是台灣人的事實 像國家藝術 就是 不是台灣人的事相當的 所以 我對於原住民族這個議題 其實 沒有什麼很大的概念 所以想 不想在這個部分解鎮 心情的東西 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東西 然後在這邊呢 我們要借一點時間 生存一下 就是好辦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 台灣台中的中區是九成 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看 然後我們會辦一個中區小夜市 然後我們會在這邊 然後平常的 就了解一下這邊的美食 然後 就是 我們會圍繞四位台中 這個話題來講 然後我們會有機會 讓大家去製作 螞蟻的論迷 然後那個 四位台中的作者 也會跟我們講一下 在地的飲食故事 那個時間是 7月5號的 9點到3點 所以大家就常常 在下一個 的活動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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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琪 我是第一次來 然後那個時候 這邊都講完 對 大家好 我是小琪 我是第一次來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是在臉書上 看到一些朋友 他們都說 他們來當折我 然後就分享很多很多 我想說今天我再不來的話 我可能就 接下來就 可能不會再來了 因為就放暑假了 對 然後就想說 生意決定員助理的請 剛剛我聽到一個 一個同學說 可是剛剛 怎麼搞什麼 片子 他說什麼 我們學生的恐慌啊 都是只有 ABCD這個嗎 我覺得那是怎麼 路上的問題 因為現在在我們的學生這麼多 然後又生意決定員 其實真的還是掛算的 那ABCD這種選擇 其實是最客觀的 如果你用生意決定的話 那那些 改考試卷的老師 可以改到 瘋掉 而且 又要一個評分標準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而是 制度上的問題 那這個要改過的話 可能要請教育 不能掛到 我再猜 那就是希望這邊呢 可以知道 一些原住民 那有時候我就問他們說 欸那你現在會講自己的母語 不會 那我說 你有沒有回去你們自己的那個 家鄉 很少 那你們現在都在這邊的話 是在做什麼工作 都是會做比較是 老力工作的 然後大家想到他們 都是想到 吃了 然後吃了 我說那他們有沒有其他的嗎 他其實已經對自己的 就是他們自己家鄉的 從最基本的語言 已經不會再學習了 所以我真的 就看到這個題目 我覺得 欸不一定要過來 就這樣 謝謝 最後 最後 你剛剛有那個 三個都不掉 應該大家都想說 應該不會輪到 我是國中教師 歷史教師 初遭 我已經第四次來 對原住民議題 是因為我的妹妹 她一直很關心 為此 她還 好 離開了家 持續的工作 就跑去台東 去一直在做 她所謂的族人的協作 好 那我現在也 即將到 在八月的時候 調到花蓮去 我希望對原住民 也更多的認識 好 謝謝 她正好 我是北方 然後 剛剛那個 我以前想想提到 就是 說什麼都是原住民 對 觀光的感覺 然後 我就想到說 其實 很多少數民 都是被 那種殖民的框架 因為 殖民的人 來到這塊土地 可能說這個土地 在這個殖民之前 是不屬於任何 可是這些殖民的人 所以說 這是我的 然後另一方又說 這也是我的 但其實她 怎麼都不想想 為什麼不想說 這是大家共同 或者是島上 本來就有的 然後 我就想到 就是大陸 中國大陸 他們 新疆民 還有我們 西藏 或者是 內蒙比之內 他們的 就是 在 在那個 中共佔領之後 就是 當然是一直 打擊 有 有之強階級 這樣子 所以是一直 革命 然後所以也死了很多人 然後也是有情況這樣 然後到了 變小田 之後 改革開放 就變成 就是 資金一筆一筆的 進入那些 少數民族的地區 然後 以新疆來做比喻的話 變成 就城市在沙漠裡面 融及這樣 然後新疆的人 就是 他們有石油 一些礦產資源 他們可以獲得利益 但是並沒有 然後他們反而變成 在這些 從沙漠中融及城市中 流浪的一些人 然後只能靠 說什麼 少數民族都變成 從事觀光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 比較偏向的工作 然後所以 我覺得 在突然來的國家 這些少數民族 好像都會面臨這種疾病 然後我希望我們 什麼會聽 然後會說之外 希望我們可以 什麼會形容 好 大家好 我是 太宇宙 你這樣應該有 然後我覺得自己 對 原住民的想像 其實很疲乏 所以希望可以做一些 關於這些事情 然後我 這樣進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 藍色的小粉 就是搞色 雲子吃飽太熟 然後我覺得很好看 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好 我是 上去 我是 我們去要自我介紹 第一次來喔 不是 不是來 那就好 大家好 我是 然後 其實一八點 然後我想說 肯定已經死到 已經開場很久了 這怎麼會想到 他再自我介紹 那 我希望可以更了解 有助我們 他也是住在這塊土地的 一群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因為我一直建議考慮 什麼 學生的大學 然後說到我 其實是我 大學的老師 然後我現在想要 繼續了解一下 今天 好 自我介紹 我是最後一個 大家好 我是加油 然後 其實我們這樣一輪聽下來 我們都會 講到原住民 我們就開始講說 花蓮 台東 平東 可是 對沒有錯 那是他們部落的所在 可是我們 一直忽略的到 那個老師有提到說 城市原住民的問題 原住民 不只是在花蓮 平東跟台東 對不對 城市原住民的問題 那 我之前去環島的時候 也的確 我覺得 我從經過 屏東要到 花蓮這一段路 我覺得 那個根本就是 另外一個國家 真的啊 因為我覺得 那已經是 那跟我們 原本所想像的 是完全不同的 那不只是一個 風景 或者是地區 區域的問題 而是一個整個文化的不同 也不是說 我們在街上看到那些 像花蓮的街上 有很多原住民的意象 然後或者是 古典的造像 我覺得那個都不是那些東西 那是你 真正你去到部落 感受到的那個氣氛 跟 在像這種 不管是都市也好 或者是鄉村也好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很 很深刻 你會覺得到說 感覺到說 文化是完全是有差異的 那為什麼 我們會用一個 概括性的 來統一說 全台灣都應該要怎麼做 不管是教育也好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規範 都是要用同一套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每個人對於原住民 他後面的括號都是不同的 他從群體到族群 然後還有人提到民主 那我也覺得其實 原住民 對我來說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講的是 原住民主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民主 在台灣原住民面臨到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民主 民主的問題 我覺得不只是一個族群 或者是群體的問題 因為這可能是 干涉到說 整個台灣社會的規範 我們必須深刻的再去思考 從文化的面向 從歷史的面向 那剛 後面也有提到說 殖民 本來我們上禮拜也在討論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被殖民的狀態 現在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國家 這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可是我們在深度去談的時候 會覺得 他是不是一個被殖民的狀態 那在被殖民的狀態底下 還有一群被殖民的人 有時候我們去看到原住民的時候 你會發現 所有的社會一體的弱勢一體 看看看看 他都會嵌到那裡去 我覺得這很掉回 這很奇怪 那 這絕對不是一個單一的歌啊 我們希望怎麼樣從去結構性的翻轉 或者是說 我們都必須要做更深入的了解 那我們 就趕快來開始我們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林志偉老師